王文君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晨5点30分正式起床 许叔过后会出门去早试 买些当天食用的新鲜果菜 顺手把垃圾带到楼下去 那天早晨他一打开门 就被门口堵捉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吓了一跳 老人家双手抱着膝盖 蜷缩在地上 看不清脸模样 两只脚上一只挂着拖鞋 一只打着赤脚 脚面上还有好几道划痕 他伸出手 轻轻地拍了拍那个人的肩膀 老太太 老太太 你怎么睡在我家门口了呀 老人惊了一下 打了个哆嗦 缓慢地抬起了头 迷茫的神情在看到他的时候 迸发出一个惊喜 文君 你去哪儿了 我都好长时间不见你了 你是不是不要妈了 王文君同样惊讶 妈 你怎么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还有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我 我不知道 文君呀 我跟你说个秘密 不过你得保证你不能生气哈 贱明在外面养了一个女人 还带了一个男孩 说是我孙子 他让我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 我才不能 我狠狠地打了他 我不要孙子 文君 我只要你和蔓蔓 你们两个才是我最亲的人 文君呀 你能不能原谅贱明 让他回家来呀 贱明这个人心太软 他一定是脑子昏了头了 才会走错的路 早晚都会后悔的 王文君看着老太太 有点哭笑不得 妈 你忘了吗 我和贱明已经离婚好多年了 他和谁在一起 已经跟我无关了 我管不了 也不能管 你怎么能不管了呢 文君啊 哪怕是为了慢慢 咱们这个家也不能散呀 妈 你们别说那些没用的啦 你快起来 咱们先进屋 把你身上给清理一下 你看你脚都划破了 妈 你是怎么来我家的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 我本来是在睡觉 睡醒觉以后就下午了 我就饿了 那个女人不给我弄饭 给了我一碗坨了的面 不好吃 我就和她大吵了一架 一生气就想起来找你了 可是我却记不住你住在哪里了 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后来就走到你门口了 实在累极了 就坐在门口歇一歇 谁知道竟然睡着了 两个人的唠叨声 惊醒了正在睡觉的女儿李漫漫 她打开门打了个喝钱 妈一大早是谁来了呀 你不会自己看呀 奶奶 林漫惊奇地叫了一声 老人抬头看了一眼 脸上显现出一丝迷茫 你是谁 你怎么在我儿子家里呀 我知道了 一定是外面的坏女人 又来勾引我儿子了 看我不打死你 老人抓起门后 挂衣架上的晾衣杆 就朝着漫漫身上招呼 我告诉你 我可是真敢打人的 你赶快走 别再来我们儿子家了 我只认文君这一个儿媳妇 你们谁敢欺负他 你先问问我老婆子 答应不答应 王文君连忙抱住老人 妈 妈 这个是漫漫呀 你的乖乖孙女 你忘了 你不是最喜欢他了吗 漫漫 老人停了下来 好像是在努力地想些什么 漫漫不是才上初中吗 什么时候长这么大了呀 漫漫冲着母亲摇了摇头 妈 上一次我爸打电话跟我说 我乃得了老年痴呆症 忘记了许多事情 我想他一定是不记得我爸再婚了 更不记得你和我爸已经离婚了 听了女儿的话 王文君苦笑了一下 别说婆婆了 就是自己当初也没有想到过 会和前夫走到离婚的这一步 王文君和林建明是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王文君在事业单位 工资不高 胜在稳定 林建明在企业单位 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位销售人员 工资起伏比较大 两个人可以算是一见钟情吧 朋友签了一个线 经过一年半的恋爱 他们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就连身边的人也特别地看好他们 林建明长得高大帅气 属于那种情商智商都比较高的人 但销售的最擅长的就是说话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把王文君这边的亲戚 哄得滴溜乱转 王文君的性格看起来比较绵软 实际上也是特别有主见 闺蜜曾经说过像他这种脾气的人 不能得罪 一旦得罪 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林建明是干销售的 他的这份工作注定要跟各色的人打交道 而且以他的能力 也不可能止步在这个销售员的位置上 如果哈 我是说如果一旦他还在外面应酬中有了暧昧 你能忍受得了吗 不论男女 在没结婚之前 无论怎么暧昧 那是他们的自由 可一旦步入婚姻 他们就得承担起家庭和婚姻的责任 暧昧 职与智者 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男人 是绝对不会惹出这样的麻烦的 林建明是个特别自律的人 我相信他会把握这个度 给我一份安全感的 当初的豪言壮语说得有多么坚决 被打脸的时候就有多么的难堪 王文君和林建明结婚的时候 并没有要双方父母给的钱 他们说 自己的小家要靠自己的能力 一点一点地建设起来 王文君拿出了三万 林建明拿出了七万 买了他们当时住的小房子 林建明也没有让他失望 一步一步地从最底层 坐到了领导的位置上 他们最初的房子由一室一厅 也换成了后来的四室两厅 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林建明也越来越忙 因为没有时间照顾独生 女儿漫漫 林建明甚至提议他辞掉工作 文君 以前我不敢提这个要求 是因为我养不起你 现在我挣的钱多了 养你们娘两个 绰绰有余 王文君也曾经犹豫过 说实在话 漫漫出生四个月的时候 他就上班了 因为不放心保姆带孩子 就把孩子放到了婆婆家里 好在婆婆家离他家也不远 林建明出差不在家的时候 他和女儿大多是吃住都在婆婆家 因此他和婆婆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有时候连他亲生母亲都会妒忌 他跟婆婆说了 林建明让自己辞职的事情以后 婆婆只说了一句话 你要是听我的建议 就不要辞职 女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选择去依附另一个人 那样的话 她就会失去了自我 再说了 孩子我给带着 并不影响你们的生活吧 可我想多给孩子的一些陪伴 这人呢 总是不知足 有了面包的时候 想要自由 有了自由的时候 又想要面包 可这世上哪有那么些两全其美的事情了 总得学会舍弃吧 于是 他打消了辞职的念头 以至于在十多年以后 他特别地庆幸自己当时的这个决定 男人的腰包骨了 思欲也会膨胀起来 林建明没有免俗 当他接到外面的女人挑衅的短信的时候 正在陪着女儿过十七周岁的生日 那一天 林建明说 有一个大单 从微信上给他转过来了六千块钱 让他带着母亲和女儿去买身好看的衣服 并且出去吃一顿 女儿说他现在上学 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穿校服的 所以 衣服不用买 我也不喜欢外面的食物 妈 咱们在家自己做吧 把奶奶也一起叫过来 闺女爱吃虾 爱吃酱香排骨 王文君就买了食材 并且订了一个八寸的小蛋糕 他下厨 婆婆打下手 正在忙着的时候 手机里传来了信息的声音 怕怕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 就让闺女看一眼 一张照片 男人站着 女人投靠在她的胸前 闺女毕竟年纪小 沉不住气 当时就把手机对到了她的脸上 妈 是我爸 现在回想起来 王文君已经记不得当时是什么心情了 只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但她没有忘记安抚女儿 傻闺女 你爸干这一行工作 在外面应酬是很正常的 也许是这位阿姨跟她开玩笑呢 孩子虽然年纪小 可并不好糊弄 她拿着妈妈的手机 迅速地把照片发到了爸爸的微信里 并且附上了一句话 这就是你错过我生日的理由吗 爸爸我恨你 那一天 女儿闹到了很晚 林建明回来得很快 女儿却并没有搭理她 她把自己锁到了屋里 谁敲门都没有常打开 婆婆很急了 对着林建明就是一个耳光 林建明把王文君拉到了卧室里 你为什么这么不懂事 男人在外边 这些应酬都是少不了的 你为什么要闹得的母亲和孩子都知道 王文君这才从看见照片的震撼中清醒过来 她挣脱了林建明的束缚 反手也给了她一个耳光 林建明 你搞搞清楚 照片是你的那个女朋友发来的 手机恰巧是被慢慢接起来的 在这之前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又再怎么在那里闹了 拜托你以后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记得先把屁股擦干净 林建明 你太让我失望了 我以为你回来第一件事情 是想办法来跟我解释 这件照片到底怎么回事 却没有想到你竟然学会了迁怒 男人嘛 在外面 这些都很正常的 文君 你不是不讲理的人 我想你是应该理解我的 恰恰相反 林建明 你和我结婚将近二十年了 应该知道我的底线在哪里 也许以前你有过这种经历 所以你才觉得这些很正常 可是你唯一做错的事情 就是允许别的女人挑衅到我面前了 这一次我不会再装作不知道了 咱们分开一段时间吧 彼此也能冷静一下 彼此分开了一段时间以后 林建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他觉得就是王文君太敏感了 有点小题大做了 自己又没有想和他离婚 只不过享受一下 异性之间的小暧昧 这根本就无伤大牙嘛 再说了 像他的那个年纪 坐到中层领导的位置上的 又有几个能真正地 坐到洁身字号呢 听到林建明这些话的时候 王文君知道 他们的婚姻到头了 果然 没过多长时间 外面的那个女人 拿着运简单上门了 有人说 在一段婚姻中 女人的底气是男人给的 这话王文君觉得没错 如果林建明没有给那个女人 他能够尚未地错觉 他怎么能够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那么的理直气壮 理所当然呢 王文君从来不是能够忍受得了委屈的人 在争得女儿的同意以后 他提出了离婚 婚后财产平分 孩子归他 婆婆却不同意他的做法 他建议王文君 房子 车子 票子 孩子 都要 那个女人不是说对建明是真爱 他只喜欢建明这个人吗 那就把人送给他 有了婆婆的支持 他离婚了 要了房子和资产的三分之二 在漫漫十八周岁的时候 婆婆又把他名下的那一套房产 转到了漫漫的名下 而他转身住进了林建明的小三居 我年纪大了 必须要人照顾了 他是我的儿子 他不管我 谁管我 王文君信奉 一个好的前任 在现任的世界上就像消失了一样 所以他从来不和林建明再有任何联系 有什么事情也是通过女儿来交流 刚离婚的那几年 他也去看过婆婆 可是有一次 却和林建明和他的小妻子撞到了一起 他倒是没有觉得尴尬 他和林建明的婚姻真是存在过 何况还有漫漫这个孩子的存在 林建明的小妻子的脸上却充满了敌意 王文君只是觉得可笑 对这个女人 他除了憎恶 并没有恨 苍蝇不顶无缝地干 他们婚姻的破裂 是因为林建明的不检点才引起的 不是这个女人还会有别的女人 明知道别人有了家庭 还一门心思地打着真爱的幌子 去破坏别人的婚姻 这是他憎恶那个女人的原因 从那以后他和婆婆也说清楚了 每当婆婆想她和孩子的时候 都会主动到她的家里来 她再也没有去婆婆家 她也有自己的尊严 有自己做人的原则 她还卖掉了以前他们一起居住的房子 重新换了一套 一同抛弃的还有她的那一段过往 前婆婆自从住进自己儿子家里以后 也很少再过来 王文俊一直以为 婆婆是因为有了孙子 才疏远了自己和女儿 好在女儿听话 大约毕业以后考了编制 留在了自己身边 直到今天她才知道 事情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 她把前婆婆领到卫生间里 给她洗漱干净 找了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她换上 这才想起来给林建明打电话 家里老人不见了 林建明到了临睡前才知道 母亲得了这个健忘症以后 每天晚上她都会到母亲床前 督促她吃药 自从和小妻子结婚以后 她的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有漫漫的时候 家里有母亲和王文俊照料着 她回到家基本是个甩手掌柜 如今母亲病了 小妻的又不是一个擅长做家务的人 每天下班以后 面对着家里的一地鸡毛 她的头都大了 请保姆 母亲不让 不请保姆 自己又顾不过来 这头哄了那头蛮 这种类是心类 是不能用言语来描述的 她后悔吗 后悔 却没脸说 这一天她加班回来 妻子就跟她告状 说老人又犯病了 我再也不想和她住在一起了 她自己有了房子 我们请个人照顾她 不行吗 为什么偏偏要和我们住在一起 她是我妈 照顾她是我应该做的 你是我的妻子 我记得你说喜欢我 喜欢我 就得接受我的这一切 其中就包括她 和小妻子的吵了一架以后 她躲进了书房 所谓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对于婆媳之间的矛盾 她也解决不了 只有逃避 等到了临睡前去卧室 叫母亲吃药的时候 才发现老人不见了 为了找老人 她一晚上没睡觉 还去派出所报了警 第二天一大早便请了假 如果母亲找不到 她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 接到王文君的电话以后 她立马开车赶到过来 可老人说啥也不走 一巴掌一巴掌拍着儿子的背 说文君才是她的儿媳妇 有儿媳妇和孙女的家 才算是家 贱明啊 妈不糊涂 你也回来吧 咱们一家人 开开心心地待在一起 多好啊 林建明看了探前妻和女儿 一脸的尴尬 要不让她在这儿住几天 那怎么行 我和蔓蔓都要上班 得住在这里 谁来照顾 再说了 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也不是个常法呀 好哄呆哄 终于把老人哄上了车 林建明把母亲带了回去 结果下午一下班 她又在小区的楼下边 遇见了婆婆 前夫陪在身边 文君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妈现在只要你 别的谁也不认 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退休了呀 要不这样 你办个内退 我给你补贴一些钱 你帮忙照顾一段时间 行吗 但自有办法 我也不会求到你的面前 王文君没有答应 他告诉前夫说 让他想一想 看着老人对他一脸依赖的样子 王文君心软了 他对女儿说 要不 咱们让你奶住些天 妈 你别听我爸的 我爸这是往外甩累赘呢 再说了 你让奶奶留在这里 就不怕我爸的那个小媳妇 跟你闹啊 明面上是你和奶奶母女情深 实际上还不是那个后媳妇 不如你这个前媳妇 在奶奶心里的地位重要啊 这一下 王文君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了 管 他和林建明已经离婚了 再去管这个前婆婆 明不正言不顺的 不管 回忆起婆婆以前对她的好 她又觉得过意不去 怎么办呢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择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关注我